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光臨眾品味頻道 今天我們來做超級簡單又好吃的辣豆腐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點贊、轉發、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了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哦 先來切一點兒薑絲 再切一些蔥花 可以多切一些 現在切豆腐 豆腐塊可以切大一些 這樣不容易碎 我們今天用了五塊豆腐 大約600克 食材都準備好了 下面開火 把鍋燒熱 往鍋裡加入適量的油 先放入一大勺皮餡辣醬炒香 然後加入薑絲和一半的蔥花 煎炒二十秒左右 然後加入大約五百毫升的水 把水燒開或直接加入開水 水沒過豆腐即可 水沒過豆腐即可 水開後慢慢加入豆腐塊 輕輕翻動以免豆腐破碎 然後蓋上鍋蓋 小火慢燉十五到二十分鐘 這樣豆腐才能充分的入味兒 這道辣豆腐做起來非常簡單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多放一些皮餡辣醬 皮餡辣醬已足夠鹹 所以不用再放鹽或者醬油 小火慢燉到最後改大火收收湯 這道家常辣豆腐就出鍋了 你看簡單不 它不僅好看 而且味道超棒 非常下飯 再來點兒蔥花 它就更漂亮了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